RICO生活頻道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就是艾莉塔戰鬥天使裡面的巧克力 首先準備一鍋熱水 然後準備一些可可紙 上面放鍋子隔水加熱 過程中可以稍稍攪拌一下 大概4到5分鐘就會完全融化 艾莉塔戰鬥天使的劇情是改編至衝夢 在前天RICO跑去電影院看了IMAX3D版的艾莉塔 原本以為艾莉塔這位大眼萌妹會像海報一樣看起來不太協調 但在螢幕上那流暢度更精彩的打鬥畫面 我只能說毫無違和感 雖然我還沒有看過衝夢 但經過這次意猶未盡的電影享受 我剪完這部片肯定會立馬拾起漫畫書來看 艾莉塔的每分每秒都是視覺旅程的享受 所以今天就不劇透太多 唯一透露的就是電影裡會出現這個巧克力 有興趣的各位我認真推薦走進電影院看 接著把蜂糖加進去攪拌 你也可以加入一般的糖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比蜂糖更能開啟你的味覺之旅 只要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甜度都可以自己調整 接著加入一點鹽跟可可粉 攪拌得越均勻 等一下吃起來口感會越滑順 接著就可以來自製一下模具 我認真佩服那些劇組 為了一部好作品可以特地去開模 把電影中的道具做得如此精細 像我這種沒有什麼經費的優土薄 就只能用這種木板跟烤盤紙貼合而成的模具 不過其實我也蠻享受這種從無到有的製作過程 完成後就可以趁熱把巧克力倒進去 然後拿去冷卻 最後脫模 為了讓木板能夠順利的拔出來 我會先融掉表面的一點巧克力 然後像這樣慢慢的拔出來 像在做手術那樣 即便我連青蛙都沒有解剖過 這只是一種形容詞 這一個樣子就完成愛麗塔吃的巧克力囉 試吃時間 我要開動 嗯 滑順口感的巧克力 帶點微微的豐糖香 真羨慕女主角不會變肥 我吃了這一口 估計又要跑好幾圈的操場了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巧克力一個字 真 因為愛麗塔很真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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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5 跟來 夾 réal裹有的 作品